外国人日语真他妈难 中国人学个方言而已 如果你是美国人 法国人 英国人 那你学日语一定会觉得很难 因为日语中不仅有 你看不懂的日文 还有号称全世界最古老 也就是最难学的文字 汉字 什么 你说你是中国人 哎呀不好意思 学日语闺名一位 您里面请 中国人学日语到底有多简单 如果你想要学习一文小一种 那就学日语吧 因为它绝对是中国人来说 最简单的一门语言 比如说同样一句话 大家看到韩语 英语 法语的表情一定是 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那如果说是日语的话呢 大家来尝试看看 能不能看懂 看懂同学 请用双手 把答案打在我们的弹幕当中 日本呢 曾经是全民文盲 没有文字 做什么都只能靠口口相传 我跟你说一下 你再跟他说一下 这样导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很容易出现 消息的这样子一个误传啊 那尤其是再带上一点小方言 对吧 你像我爸以前特别喜欢唱歌 小时候我就老听到他唱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 我年少的时候我真的疑惑啊 卖电脑有什么好浪漫的 难道我爸就是以前 有一些什么不为人知的感情故事 后来看到歌词 我才发现是 慢慢变老 大家知道湖南人嘛 那罗不分 老那罗不分了 所以说没有文字的话呢 那普通老百姓想通知 三个山头以外的表舅来家里吃饭 都得提前两个礼拜翻山越岭 亲自拜访啊 因为又没有录音机 是不是 所以说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地不方便的 那历史上才会有日本的浅唐使 来到中国学习 把中国的汉字呢 带回了日本 目前日语当中的汉字词 占比高达60%到70%左右 所以说作为我们中国人 其实看到日语的单词 只需要知道 如何能够用日语读出来就行了 根本不需要重新去记忆单词的意思 说到这个日语怎么读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呢是一个日语的发音表 曾经自学过 但是老记不住的同学 在大礼目里里面敲一个1吧 其实没有那么难啊 别看它好像个数很多 但其实这里面所有的发音文字 都是从中文演变而来的 千万不要去死金贝啊 比如说我随便带你记几个 第一个 1 1 你看这个字 好像和中文也没什么太多相似之处 是吧 但是我给你添两笔 现在认识了吗 认识的同学 请把弹幕打在这个汉字上 那对 这个就是以前的椅子啊 他走到日本 长途跋涉 多少有点丢三落四 不小心呢 就把人给丢了 所以说 大家就看到他就会喊 咦 丢人了 咦 丢人了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二个 卡 卡 小小的加上一笔 这个加油的加字 是不是就出来了 随着时代的演变 就像类人员丢失了尾巴 进化成了人类一样 咱们这个口呢 也被简化成了一个小点 这个东西卡住了 要很用力才能拔出来 所以读作 可 阿 卡 可 阿 卡 记住的同学 可以在弹幕里面 敲一个卡哦 第三个反应 せ せ 近视野的同学 是不是直接就能看出来 这是源自于中文的 哪个汉字了 世界的世字 是不是 错的不是我是这个世界 我的中二之火 已经按耐不住了 那日的这一个 世界的世字呢 就是念作 世界 就是世界 根本就是中文的亲儿子 有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 摸 摸 少了一根毛毛的毛字啊 三毛走到日本 日晒雨淋 风吹雨打 于是不幸 掉了一根珍贵的头发 哇的一声哭出来 我们摸摸头 安慰他说 莫哭啦 莫哭啦 所以掉发比三毛 还严重的同学 请把摸打在弹幕里 那下一个是 你 你 这个假名不太礼貌啊 你看有一个人 他站在了这里 这个人好二啊 他是谁呢 他就是你 所以好二就是你 你就是好二啊 没有人身功绩的意思 就这么形象啊 只是为了记单词 我对大家还是很友好的 所以一个好二的人 就是你 那你 那你 什么 什么 就是这个你啊 再看下一个 发音读作 这是一个人 他开着一个挖掘机 这就是挖掘机的铲子 有没有 画面感出来了吗 记住挖掘机的样子 就是 那现在这六个假名 都记住的同学的话呢 就在弹幕里面 给自己刷一波666 我来检测一下 你是不是在催流逼啊 我们来抽查一下 请大家把以下的这一个 六个假名的发音呢 打在弹幕里面 我来给大家 倒计是十秒钟吧 给大家一点时间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五 四 打一 正确答案的话呢 是什么 是 八 一 卡 三 二 那大家对了几个呀 有没有全对的 全对的可以敲一个一出来冒个炮啊 表演一下 才这么几分钟就制作这么多假名 是不是发现日语真的没有那么难啊 所以我说 既五十音读的话 你要掌握方法 不要去死记音贝啊 那好啦 这个时候弹幕可能就有人要问了 老师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 这些日语字 组成的单词是什么意思呀 这怎么办呀 其实很简单啊 有一个日语书法就可以了 比如说 这两个假名 怎么读 请大家把发音打在弹幕里面 那现在的话呢 我就用日语书法 像敲拼音一样 把这一个字打出来 然后按一下空格键 有没有发现 可以敲出来一个螃蟹的蟹字 它的意思就是螃蟹啊 所以为什么说日语简单呢 因为它的原理跟中文是一样的 中文的发音表是拼音 我们敲拼音可以敲出汉字来 那日语的发音表呢 是五十音 所以我们敲五十音呢 也能够敲出汉字来啊 那我再给大家就是考几个单词 来看一下 有日语书法的同学 来尝试一下把汉字敲出来 没有日语书法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我的收藏啊 那第一个的话呢 是鸭 就是写作一个鸭子的鸭子 那第二个的话呢 是庭 庭院的庭啊 然后第三个呢 是意识节 这个意呢 是一个繁体字 多少有点中二病啊 就是字面意思 鸭子的庭院和异事节 在日本的话呢 会汉字越多的人 就代表着文化程度是越高的 所以越高级别的日语的话呢 汉字也会越多啊 并且日本除了借鉴我们的汉字写法以外 也借鉴了这一个中文汉字的发音 想不到吧 所以你听到很多的日语单词 都会觉得好耳熟啊 比如说 听出来是什么单词了吗 听出来是什么意思了吗 你过来 我有一个恋爱 想要跟你谈谈 什么意思 恋爱 恋爱 很像吧 那第二个 听出来了吗 看到大家今天的日语都学会了 我也就安心了 对啊 安心 是不是纯纯跟中文发音是一毛一样啊 第三个 有的人听课积极互动 特别活跃 特别开心 但就是一直不肯给我一键三连 你们说 这种忽冷忽热的态度 多让人伤心啊 你们有遇到过这种人吗 这态度 态度 怎么样 看了这个视频 有没有觉得说 对日语学习更有信心了呢 当然任何一门语言 想要学到精通 还是会必须要付出 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 但至少日语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 可以说是赢在了起跑线上啊 如果你是想要认真系统的学习一门语言 那么我们中国人的天赋 再加上老师的方法学习技巧 不如来试试看学习日语吧